原标题,空军军医大学西津医院提高科研公关含军量,用打人标尺检验保障成效,临近岁目。 随着空军军医大学西津医院2019年公关课题的最终确定,又一批着眼提高未尽保障能力的研究课题,将陆续展开。 为此,该任领导在办公会上再次明确,医院的各类资源,都必须尽最大努力,用于提高保障打人能力。 西津医院在人才和科技资源方面,拥有国家级重点学科和国家临床重点专科25个,全军专科研究所12个,全军医学重点实验室4个。 医院党委立场明确签订,各类资源必须用距离打赢这把铁标识来衡量,做到保障实际成效用打赢检验。 这个医院通过设立军事人才资助专项经费,实施优秀军事人才助推计计划和储备工程,引导激励大家提高技术含军量, 他们着眼未来战场需要重点开展器官移植,微创诊疗,组织工程,重症救治4个重点方向。 先后实施世界首例大段组织工程骨缺损修复复数,世界首例生物激光治疗几神经损伤, 世界第二粒精疲剩剑枪弹起出数等12项与战场救治密切相关的创新技术。 该医院在加大军事医学,研究在科士气效评价体系中的比例基础上, 还组建了重症颅脑损伤,大面积皮肤伤伤救治,等12个军事医学各体团队, 瞄准严重战创伤救治,战场快速运击反应等领域极致攻关, 并败心肺复苏,通气,直视等战场急救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目前,他们创新的体外摩贝亚和技术,能在战场第一时间建立生命支持系统, 使微重症循环呼吸摔血伤病原,得到及时有效救治。 孙荣旺,任伟峰,新华社贝鲁特12月20日电通信, 扫雷破八百季中国副离文和部队扫雷带创新记录, 王云龙拟搏,监督员同志,地雷销毁前准备完毕, 请指示,三,二,一,起报。 随着现场监督员王云龙一声令下,扫雷作业组组长刘权, 按下了起报按钮,一声就响,山间升起击鼓浓烟, 六枚防部兵地雷被一次性销毁。 二十日,中国第十七批负黎巴嫩维和多功能工兵分队, 在黎巴嫩女以色列临时边界南线扫雷作业中在创夏季。 至此,他们已经发现,并成功销毁地雷809枚, 排除未报带一枚,累计钦排雷区5112平方米, 单批次扫雷数量首次突破800枚, 书写了安全,高效扫雷新记录,因其危险性, 扫雷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蹈,扫雷官兵不仅要执念地雷威胁, 更要与恶劣环境等作斗争。 中国扫雷官兵当前作业的雷场, 位于蓝线附近一片山坡上, 地质坚硬,间集遍布,坡度大,石头多,大瘦多, 壁形复杂,再加上12月的黎巴嫩, 全面进入雨季,炎日淫雨,导致雷场失怀, 尤其是土壤湿度变大, 粘土石场与地雷粘在一起, 增加了作业难度。 第三次执行副离为何任务的扫雷作业手罗师傑说, 我们在充分准备各类扫雷器材的基础上, 重点针对雨季地面失怀, 土正严性大等特殊情况, 事先在营虚开展模拟训练, 让作业手能够更好的适应雷场环境, 确保扫雷作业安全, 恶劣的天气给作业进程带来交代影响, 增加了安全风险, 但只要一想起排雷英雄杜富国的那句米退后, 上我来, 我们都已成为一名扫雷作业手而骄傲, 扫雷作业手黄世发说, 雷场上, 在华氏发身后三米处, 组长刘全正目不转心地盯着他, 傅时给予鼓励, 提醒和指导, 雷场地面失滑, 土壤年性都大, 让雷场情况更加复杂, 我们必须严格按照标准程序作业, 小心在小心, 谨慎在谨慎, 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刘全说, 雷场上的每一个脚步, 每一个动作, 每一次挖掘都生死了关, 扫雷官兵必须思想高度集中, 心细如发, 才能确保绝对安全, 多功能工兵分配军事副分队长卢廷说, 分队党委高度关注扫雷作业安全和官兵思想心理变化, 通过学习文件, 网上浏览等多种方式, 积极开展向排雷英雄度复国学习活动, 结合扫雷任务实际谈体会谈感想, 让大家在学习实践中, 不断注尿信量根基, 提升实战能力, 此外, 身处被视为中东火药桶的黎巴嫩, 中国扫雷官兵, 还要时刻关注当地安全局势, 中国维和部队领导介绍, 为了保证扫雷官兵的安全, 他们坚持每天根据上级通报的安全情况, 分析研派安全形势, 制定应对措施, 不断更新完善各类预案, 时刻做好应急准备, 自今年5月部署至任务序后, 中国第17批副理维和部队, 已创造了最快时间, 通过扫雷资质认证, 最短时间上雷场, 最快时间排除首枚壁壘等纪录, 曾被联合国地雷行动中心主管皮纳尔, 称赞为最好的扫雷队伍, 据环球时报, 援引俄罗斯卫星网报道称, 由应20改装的空中加油机, 已首飞成功, 军事专家曹卫东, 在接受人民网采访时表示, 应20加油机, 可解决肩20短腿的问题, 定据媒体报道, 有卫星照片拍到由应20改装而来的大型加油机, 与解放军现有的1278和轰油腹6加油机停放在一起, 报道开测, 新改装的加油机, 可以搭载约70吨有料, 能满足为6-8加4歼11系列, 或歼20战机的空中加油需要, 应20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大型, 多用图运输机, 可在复杂细向条件下, 执行各种物资和人员的长距离航空运输任务, 应20顺利研制, 并正式列装部队, 实现了我今空中战略投送装备自主发展重大突破, 标志着我国航空设计制造能力迈上新台阶, 标志着空军战略转型建设站上了新起点, 对推进我国经济和国防现代化建设, 应对抢险救灾, 人的主意救援等紧急情况, 提高空军战略投送能力, 和我军有效旅行使命任务能力, 具有重要意义, 军事专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应20改装成加油机后, 将大幅提升战机的空中续航能力, 堪称战力被增弃, 兼20作为我国新一代的隐身战斗机, 若有不隐身的E20加油机, 为其空中加油的话, 会否暴露自己? 对此, 藏卫东坦言称, 确实有这种可能, 但仍有补救的办法, 我们可以让隐身飞机马游出动执行任务, 返航途中在进行空中加油, 由于歼20担负着踹门的责任, 只要在出击时, 不会被对方发现, 就算成功, 而在返程途中, 可在其他魂力进行远护下围歼20空中加油, 解决隐身飞机短腿的问题, 已经照认指, 反逾至军地高校代表队, 被决首届至盛空天赋2018无人机挑战赛, 首届至盛空天赋2018无人机挑战赛, 于12月15日至17日, 在空军工程大学聚办, 来自国防科技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厦门大学, 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等军地高校和科研认所的100余支代表队展开备决, 俄外长, 乌总统准备12月底, 在俄乌边境发起挑衅, 俄罗斯卫星网, 12月17日消息,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称,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 正被12月底, 在乌俄边境发起挑衅, 12月10日,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 签署了法案, 在2019年4月1日之后, 不再延续乌俄两国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条约, 据央视新闻报道, 波罗申科说, 终止乌俄友好条约不是一个小插曲, 这是乌克兰与旧时代告别的标志, 是转向欧洲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乌克兰再次曝光真主党跨境地道, 以离边境局势驱警, 以色列国防军16日发表声明说, 乌克兰又发现一条黎巴嫩真主党修建的, 从黎巴嫩延伸至以色列境内的跨境地道, 这是自本月4日乌克兰发起旨在摧毁 黎巴嫩真主党跨境地道的北断行动以来曝光的第四条地道, 随着乌克兰暴光更多跨境地道, 以离边境局势正不断驱警, 俄萨尔玛特洲际弹道导弹或将启动飞行试验,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俄罗斯战略导弹部队斯林希尔拜卡拉塔耶夫表示, 俄罗斯新型洲际弹道导弹萨尔玛特, 将于近期在普列谢茨克航天发射场进行飞行试验, 发射场为此正在建造必要设施, 额令因陀罗海上军演结束沿远海上遭遇战, 俄罗斯国防部东部军区太平洋舰队新闻处12月16日报道称, 俄罗斯与印度举办的伊陀罗附2018海上军事演习在孟加拉湾结束, 在演习过程中,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和印度海军东部舰队的海军们, 在实践中完善了联合战术机动的技巧, 从行进中的游轮为舰船补充储备, 并被可以船只进行检查行动, 原标题, 第74集团军谋旅, 阻力提升新兵心理调控能力, 心理行为训练走进新训场, 面对高强度的训练, 严格的管理, 如何加压力转化为动力, 近日, 一堂主题为协会与压力情绪共舞的心理辅导课, 在第74集团军谋旅新兵演进行, 现场气氛热烈, 掌声不断, 新兵入营之初, 该旅针对新兵思想情况, 进行未先调查后发现, 入伍后面对陌生的新环境, 部分新兵在遭遇挫折与压力时, 不知如何调整心态, 一定程度上影响来训练效果, 为此, 他们邀请心理专家来到新兵营进行心理健康授课, 普及心理健康常识, 详解自我心理疏导的方法, 并需开展心理行为训练, 帮助新兵认识自我, 接耐自我, 组织心理健康咨询, 面对面为心占有答疑解惑, 同时, 该旅还依托拥有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书的心训骨干, 组建心理健康辅导小组, 并需开展心理健康书导, 多举措确保新兵身心健康, 笔者拿到一张新兵训练计划表看到, 心理行为训练已纳入其中, 该旅领导介绍说, 他们利用去微信游戏互动, 分享新兵的团队协作意识和人际交往能力, 通过常态化开展心理行为训练, 有效解决新兵心理设议能力弱的问题, 让新兵心理调控能力有效提升, 夏贵阳, 陈欣南, 活动现场, 新华社北京12月18日电题, 一本杂志, 不禁的书人世界军事杂志, 走进解放军陆军装甲兵学院特计, 李炳轩, 2018年12月14日早上8点,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装甲兵学院的校园清冷而速静, 寒风中, 助力在校园的特等工程车, 215坦测炮口高昂, 向人们诉说着我军装甲兵发展的辉煌历史, 教学楼里, 一天紧张玩游戏的教学活动已经开始, 与寂静的校园形成反差的事, 教学楼一楼大厅一群人正紧张的忙碌着班杂志, 挂横幅, 布置展台, 世界军事进校园活动第二站, 正在陆军装甲兵学院悄然展开, 活动现场,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装甲兵学院, 是我军专门培养装甲兵指挥, 参谋, 技术保障军官和指挥管理, 维修保障史官的综合性高等教育院校, 他的前身是由1953年在哈尔滨成立的军事工程学院装甲兵工程系, 1950年成立的, 坦克学校和1951年组建的第三站车编练基地组成, 是我军装甲兵的最高学府, 速有路战之王的摇篮的美誉, 活动现场, 摇亮的军号声, 瞬间打破了教学楼的宁静, 获悉世界军事杂志, 几半正月活动, 下课的学员会成几股绿色的洪流, 向一楼大厅涌来, 世界军事的展台, 瞬间被学员们层层围拢起来, 取书, 留言, 合影, 大家争先恐后, 看到眼前这人头攒动的火爆场景, 学员的李大使经叹道, 这简直就是春运的客运大厅啊, 工作人员周到热情的为学员们取书, 介绍情况, 排在外围的学员领不到书, 仅靠展台的学员, 变空当起传递者, 于是, 杂志开始在学员们的头领上飞舞, 不到十分钟, 近千册杂志就被领取一空, 活动现场, 再活动现场,